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字幕志愿者 李嘉超 各位研究網友 大家好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時事敢講 我是就是錦然吳志龍 今個星期都是要跟大家再講一講 行政長官選舉 除了要祝賀李嘉超先生高票當選 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更加重要是希望藉著以下幾分鐘 為後任特首提出一點的建議 剛剛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 李嘉超在1428張有效選票當中 拿到1416張支持票 當選後任行政長官 支持度高達99%以上 投票率亦高達97%以上 都是破了有特首選舉以來最高的紀錄 這麼優秀的選舉成績 主要是因為中央決心 透過落實完善選舉制度 來重新塑造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希望在一國兩制新階段的實踐當中 不會再出現過往在議會、社會 甚至是公務員團隊當中 有過的意識形態的初陀 雖然李先生強調以結果為目標 但這句口號是不能解決 香港目前所面對的所有問題 我們上星期分享過 從房屋、抗疫到中美關係 香港未來的挑戰確實不少 解決問題其實 家營媽媽一早都告訴大家 團結一心才有新轉機 從港澳辦、中聯辦和中央媒體 在投票結束之後的新聞稿 亦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要團結 團結將會成為香港未來五年 最重要的工作目標 你特首要如何團結社會上不同的持分者呢? 政府未來的施政要面對的是 七百二十幾萬香港人 是五光十色的香港 而不單單是出現在投票現場的 一千四百多位的選委 可以預見 特首要面對的意見和建議 無論反對或支持 必然會更加五光十色 為何我要特別強調真正的團結呢? 是因為我見到李先生的選舉工程 因為我和我們的翻譯 鬧出了一場的公關危機 話說他的競選團隊 將我和我們翻譯成為We and Us 引起了公眾的質疑 而之後團隊更加在社交平台 以只堅持自己的想法 容不下別人的意見 社會的矛盾衝突必然會更加多 值得我們去反思 用這樣的語句來回應公眾的質疑 似乎將移民拋回公眾了 甚至被人感覺到競選團隊 疑似是批評提出質疑的人 不肯聽人意見 這樣的態度其實是很容易造成社會的衝突 令一個簡單的事情 會更加越描越黑 對候選人的形象是破壞很大的 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可以用最直接最準確的信息去打動人心 動員到最多的選票 這個才是一個選舉過程當中 理想的政治傳播 無論創意有多麼偉大都好 但如果受眾聽不明白 就是失敗的政治傳播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和我們同開新篇 算得上是一個負面教材 We and us a new chapter together 更加是一個充滿創意 但沒甚麼人懂得欣賞的翻譯 我明白競選團隊 試圖去表達一個 我們大家不分你我大團結的信息 但我和我們這個口號 確實是先添不足 兼格滑蛇添足 公眾普遍明白 我是代表男主角李家超 但我們究竟代表的是全體香港人 還是選委還是選舉團隊 相信每個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樣的 真實的宣傳效果就是 將候選人和社會大眾拉開了距離 當我第一次把我和我們 和一位選舉專家分享的時候 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和我們 那關你甚麼事呢 我希望這只是我個人 對文字傳播的過分敏感和執著 不希望李家超團隊 真是認為社會上已經沒有不同的聲音 又或者認為全香港都會主動團結到他的身邊來解決問題 很多香港人其實對現狀是不滿意的 但到底問題出在哪裏呢 又應該怎樣去解決呢 一切是要由凝聚社會共識去開始的 要取得共識確實是困難的 但正因如此就更加需要實事求是地 去衡量社會上每一種具代表性的意見 以房屋問題為例 你去中華問李家成 再去新界問一下原居物 又去深水埗劏房問一下年輕人 你會得到至少三種截然不同的意見 但三種意見又怎樣去團結呢 或者很多人都不願意說 但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單憑四大政綱幾句口號 是沒有辦法完全改變香港現今的格局 香港要實現量政善治 管理團隊要學會怎樣去有效溝通 如果面對自己不同的意見 質疑對方只堅持自己想法的話 團結是無從雪起的 李家超在選舉當中也知道 在社會有分歧是很正常的 也認為自己可以和而不同 但真正要做到和而不同 是需要與不同的持分者 廣泛而深入地去交換意見 建立信任 有效的溝通 是需要坦誠的態度的 這幾天全香港有很多掌聲送給李家超 但選舉已經結束了 團結已經不需要原意表態 正所謂行動是最實際的 中央更加希望見到的不再是 誰誰表態支持 誰誰為特首站台 而是實實際際的改變 但一切良政善治的改變 不會由魔法產生 唯有寄望李家超和新的政府團隊 在未來五年可以給一個奇蹟香港人 亦都給一個滿意的答案中央政府 如果香港未來五年繼續滑潑 走了彎路的話 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今天的分享先到此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